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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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在苏州一个奔江公园旁边的长江水域 有一群鱼浮在水面 它们的背棋和尾部时隐时宴 在岸边会聚形成了壮丽的景色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鱼群主要是由莲庸组成 因为当地是水源地的出水口 这些鱼有顶水游动的杂性 因此导致鱼类大量聚集 这个现象再次证明了长江鱼业资源得到了恢复 毛石的一间新能源汽车公司 近日迎来了一个新型打工仔 这个打工仔不单可以完成生产线上的木检 磅重以及上油的工序 它的效率和精准度也不输给人类 预计可以为公司降低90%成本 最近广州黄埔又多了一个街坊休闲的好去处 我也有听闻过 那就是代表大家由一个新的公园可以去 对了一半 其实广州的黄埔公园经过新一轮的改善升级 增加了新的绿化景观和游乐设施 现在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3.0升级版的公园 虽然天气炎热 但儿童游乐沙池就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在听取游客和周边居民的建议之后 黄埔公园就加建了新游乐场地 就是这个160平方米的沙池 利用临下空间扩大儿童活动范围 又增设了洗手池 沙池四周还围绕了一圈植物 形成了一道绿色的围栏 为小朋友打造更好玩 更安全的绿色空间 公园特意将通往游乐园的丁布石路 改造成透水运营土铺设 方便婴儿车出入 小孩子在那边多了一些项目可以玩 小孩子玩沙是他们的天性 在那里可以玩上一整天 那边又有水 又有花花亭那里玩起来就很舒服 在沙池旁边还有一间科普玻璃房 小孩子可以来到这里接受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科普教育 这个科普玻璃屋逢星期二至星期六开放 为居民提供了学习实践科技普及 和进行志愿服务的地方 黄宝公园还入选生态科普宣教点 高峰期每天都有近万人到公园玩 不少街坊周末都一早过来公园霸位 一展歌喉或者组队练舞 现在是一种海放式的 比如那种草地 可以在节假日那里给人家 拿小橡红去坐下 或者这种东西挺好 走入公园环湖六道 玄艺工人在这里设计了很多隐藏景点 比如这个花景 就是在景石周边搭配上色彩层次 丰富的地皮植物和桥灌木 另一方面沿着人工湖 也有植物种类丰富的岸边景观线 满足游客磅水而游的需求 最喜欢就是小河边 走一圈都很舒服 空气之类都很舒服 Minson, 你知不知道 广州有一间成立了60年的小学 它同时拥有合唱团 管乐团、弦乐团等等 接近实工艺术团体 这间学校的同学一定很幸福 有这么多课案活动给他们选择 是的, 最近他们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邀请校友、家长一起来参与 我们也去丑丑热闹 超过300名先烈东小学师生 家长、校友、齐聚升海音乐厅 而一曲青梅竹马正式拉开了 所先烈东小学60周年校兴音乐会的序幕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弦乐小合奏当中的 这场音乐会一共分为三大章节 除了乐器演奏 还有现代芭蕾舞、情景剧、合唱等节目 轮流上演 展现同学的专业水平以及音乐操异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建烈东本身是一个艺术特色的学校 我们将近有十支团队 你所小学一直宣传幸福教育 早在上世纪80年代 小学就成立了合唱团、管乐团、演乐团等 各类艺术队伍 同时设置丰富的艺术社团科程 令同学从音乐中感受情感的共鸣 从美术中感受鸟语花香 从体育中感受青春激情 在同学心中心值幸福的种子 令他们毕业之后回望过去 迎难忘思恩 音乐课可以唱歌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喜欢唱歌 所以我觉得音乐课挺好的 就是上这些课会让同学们感觉到 很快乐也很放松 就是幸福教育的体现 同教练、到队员 包括校领导都会比较关心 所以都感受到一份一切 对我自己的一个训练 包括日常也很有动力 60年来 先烈东小学已经成为了 幸福教育的老字号品牌 令一批学生享受到学习带来的美好 接着我们就认识一位志愿者 他从事志愿服务已经30年了 他还带领他的先生 子女是积极投身公益 热心有爱的一家人 被评为广州市文明家庭 我们立即去识识他们 广州南沙大江镇的 这个志愿服务驿站 去年开始营运 每日会安排四名或以上的志愿者当席 为周边群众提供临时休息 免费茶水 图书阅读等辩民服务 志愿者彭慧作为这个驿站的负责人 日常不单只做好营运管理工作 还组建志愿者团队定期展开培训 完善逆站的服务功能和品质 每个周末我们有书法的 书法培训的 公益书法的 还有我们的美厨娘的健康美食制作 包括家庭教育 我每一次的志愿活动的开展 我也是非常用心 也希望他们通过一些社会实践的 这个志愿服务活动能够体现到 这个社会实践能给自己带来了什么 彭慧在近30年来的志愿服务市场 超过5万小时 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志愿者 他之所以能够全身心投入公益事业 不少得丈夫的默默支持 有空就会跟我们一起去 在这没空的时候 他就说我在家里面把饭菜做好了 你们回到家里 你忙了这么久 回到家里连个饭菜都没有 再去做也是很辛苦的 他会把后勤的事情给我们 就是让我们非常的踏实 对我的一个理解和包容 真的让我由衷地感动 给我和孩子们 甚至我们整个家族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当然我们如果能够一起齐心协力 能够为社会做一点微薄的力量 那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光荣 是我们的一个荣耀 彭慧一家多年来积极参与志愿活动 还出钱出力 集合社会各类资源 帮助了区内三十几个困难家庭 并资助15个小朋友上学 我也感受到了 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我未来也要成为 像爸爸妈妈一样 正值要有责任性 有爱心的人 Vincent 如果给了144个小时 你在内地玩 你会选什么地方呢 都很多时间 这么多的选择 我就一定会选 想去北京看看长城故宫这些历史建筑 去了解一下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不过北京的夏天真的很热 今天有一个好介绍给你 这几个消息真的要留意了 首先为你推荐另外一个长城 它就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的 冰塘域长城风情大合谷景区 这里既有长城又有大合谷 够清凉 一次过满足你两个愿望 那还等什么呢 快点出发吧 随着中国144小时 过境免签政策 近日受到广泛关注 China Travel旅游潮持续火热 埃迹游客来华旅游的便利度 越来越高 众多景区的入境旅游发展形势 持续向好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 冰塘域长城风情大合谷景区 一批来自俄罗斯蒙古国的游客 正在这里游闲度假 进行实力的推荐活动 并邀请当地的祖坛旅游室 来到秦皇岛进行实力考察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 不少外籍游客跟随旅行团 到中国度假 他们对中国的美食 美景展现出浓厚兴趣 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了解 今年上半年 来自俄罗斯、蒙古国等四十几个国家及地区的四千多名境外游客 来到秦皇岛享受休闲之旅 当地有快捷支付、应急处理等方面的创新服务措施 为外籍游客提供多方面的保障 为了加快推进入境旅游支付便利化工作 我们在全市十九家四亿级商景区和旅游度假区 乡村旅游重点村 一共布设了这种外卡泡仕机 一共是一百七十多台 还在北戴河新区的酒店增设了一处外币兑换点 这样就能方便境外游客的消费 让境外游客在秦皇岛游得舒适 看完长城我们不要停下来 继续出发 去到西安的大唐北夜城 感受一下唐朝味道 成群仿唐朝建筑 五光十色的灯光 活生生的历史人物 各种富有吸引力的元素 令游客可以体验到一眼千年的穿越感 这个街区包含了互动表演 网红文创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 更丰富的文化旅游业态 成为西安新的文化地标 西安大唐北夜城步行街一直秉承 并且遵循着文化家的发展理念 逐渐形成了以开元盛世等五大主题文化雕塑群 以及在回长安演出 还有各类的行为艺术 音乐表演以及飞翼展示等等 各类的业态环绕到了整个街区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很沉浸式的体验 感觉自己像回到了唐代和唐朝的古人 一起生活的样子 漫步大唐北夜城 历史气息融合现代生活 各种新奇的感官体验撲面而来 大唐北夜城还从西安历史文化资源当中 吸取创新养分 在不变的建筑景观中 搭建互动式沉浸式的场景 各处设计精巧的街区元素 潜移默化感满足游客 做一次唐朝人的期待 天台流光AR秀体验项目 推动数字化与街区文化融合发展 大家熟知的不倒温小姐姐 对师送肉夹馍的李白 这些爆火的IP形成了独特的记忆点 我们开发了很多沉浸式的这样一些场景 以这样一种场景来带动了更大规模的人流 通过人流再吸引大家来消费 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资源 挖掘它的现代价值 来赋予经济发展的动能 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 我们去过看长城 以及大唐不夜城 接着来又会去到哪里呢 想了解历史 当然要去博物馆 现在带着大家去几个博物馆的路参观 正好 我们现在立即去看看 在暑假期间 打卡博物馆成为了很多游客和市民的热门行程 不少博物馆游客暴增 引起场馆一票难求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博物馆新馆 自从今年2月对外开放之后 就一直成为了当地的网红打卡地 也是不少延学游的首选 作为国内首个全景色展现商朝文明的 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 这里展出了很多首次亮相的珍贵文物 博物馆里有4000件套文物 其中4分之3都是首次亮相 让孩子们可以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 又结合了数字化展厅沉寂式的体验 可以说是现代的科技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给孩子们更好的眼学体验 也是给孩子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馆内还投放了近2000部智能化导览设备 保证游客在人流相对较大的情况下 亦都可以得到较好的游览体验 同样位于河南的洛阳市 文化博览资源也很丰富 目前当地有超过100间各类型的博物馆 由于客流量大 多间博物馆推出免费志愿者 讲解服务 开闭公共休息室 加大预约粮 延长开放时间等措施 应对客流的高峰 近期这段时间内每天进馆的中小学生 可能会达到数千人 对此我们博物馆内也是有设置公共的阶梯阅览室 公众包括小朋友们都有各自适合的书籍 可以休息阅读 了解历史 另外博物馆还借助科技 推出创意展览 令学生可以更好感了解历史和文化 比如新推出的大运河重要考古城果展 就借助新技术 新方式 等游客在互动展区沉浸试体验曹云之旅 我觉得博物馆就是看文物的 但今天来了才发现 这里有许多可以看可以玩的东西 在游戏中我知道了一厘米从征收运输 到归舱的全过程非常有意思 刚刚带着大家去看完博物馆 当然不少都要吃喝玩乐 现在带着大家去喝喝吃吃 好啊 不知道有什么好东西 近近地我们要冲出广东 旁边就是广西 那里有神奇的果树 可以结出雪糕 这么有趣究竟是怎样的呢 现在去看看 走入广西崇佐市的 这个冰麒林果园基地 只是看到一排排果树上 挂满了用纸袋包裹着的果实 打开纸袋一看 果实外皮黄浓 外形似似 这些果实就是冰麒林果 冰麒林果又叫做白齿 或者香肉果 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热带水果 果皮是黄色或者绿色 果肉呈白色或者米黄色 那种口感跟我们平时吃的雪糕 冰麒林口感是一样的 所以它就叫冰麒林果 它是一个真正的天然水果冰麒林 冰麒林果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不单可以生食 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美食 我们种后第四年就封产期 每棵大概挂果都有200斤以上 价格的话我手上的这些是老品种 去年是68斤 今年的话是38斤 冰麒林果的成熟期 是每年的5月到8月 目前国内种植面证不大 产量有限 所以市场价格较高 市场潜力大 讲完饮饮食之后 不如我们去到江苏严城走一走 当地的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 最近正式运行 我还知道这个在国内首个建设了 各个真实场景 测试智能网联汽车 和汽车自动驾驶能力的试验场 没错 那究竟那里是怎样的呢 立即带你去看看 中文中期五位 常在教研 总统上网联汽车试验场 正是运行 这个试验场兴建了八条 标准满用于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道路 3.2万平方米的试验室 以及配套的 油电兴纯四合一综合能源中心 可以涵盖智能网联汽车 和自动驾驶能力测试的 全部场景要求 同时满足重型商用车 全项测试能力 拥有全球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在封闭汽车试验场内建设的 真实隧道场景 可以实现在没有GPS定位信号 且网络信号受到屏蔽时 测试智能网联汽车 感知、计算、决策、执行等功能 试验场地还包含城市场景模拟区 乡村场景模拟区 以及气象场景模拟区 能够无以不同的复杂路况 进行交通参与者冲突测试 不同气象环境下自动驾驶测试 以及车路协同功能测试 鸟坎神州精彩在线 在重庆奉折 因为晴雨天气交叠 当地出现了很漂亮的晚霞 霞光就好像一团红红烈火 燃烧起漫天五彩斑斓的云感 节目最后 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感受一下 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份惊喜 今集的湾区全媒体时间差不多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